《易经》 《易经》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自身的发展 那么《易经》的思想在当下还能发挥运用多少呢? 下面就有请孙法智老师为我们讲解 《易经》的精髓和当代的应用 《易经》的精髓有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易经》的宇宙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 这是《易经》的最高理想 天人合一 怎么讲呢? 《易经》中天是代表天 昆是代表地 人为天地说生 但又不同于万物 由仁义之性 性命之理 决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中 富有一种神圣的使命 使人与自然不可分离 天地人合一 也叫天人合一 这是他的最高理想 第二 阴阳 是他的总体哲学思想 也可以说是《易经》的核心 阴阳我都不解释了 大概就 刚才以上已经把分材过了 一些名词 所以阴阳就是一切事物 都是它的基础 从古到今 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变化 现在我们要学习它 就是为了指导我们的 学习生活和工作 去地避害 去地避害 第三是生生之为义 这是它基本存在方式 刚才也讲了 生生是基本存在方式 义就是生 生生生则是连续不断一个过程 没有一刻停息 第四 通边至久 这是《易经》的天道运行规律 一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这个不是贫穷的穷 是指无穷变化的穷 所以说《易经》也叫变经 而且是通变至久 所以刚才一讲的名词解释 这里就很好理解了 它的精髓了 什么都在变 唯有天道规律是不变的 所以要求我们人要效法天道 不为天霓裳 顺时失变 这样才能保持长久 生活是这样 一年四季 你要不断更换服装 适应它的变化 你当官的 在位上 不在位上 也是不断变化 也要适应 也要适应 很多人是 在位置上非常适应 非常适应 下来以后呢 不太适应 为什么 这就找出原因了 它没有变化呀 没有说是顺时失变呢 这个问题 一经以挂体和挂象的变化 揭晓了宇宙生成 及自然演化规律 文王及孔子等后世诸贤 将其应用到人世 阐述天道运行的机理和原则 清晰地描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形成了独成体系的较为完善的天人观 一经的天人观 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结构上确立了天地人二才的整体论构成 逻辑上贯穿了法天用天的归纳体系 内容上强调变化生成的生态观念 一经的天人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给予清晰定位 传达出现代生态文明的某些最基本的理念 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为什么学习一经 也举了个这方面的例子 解释一下这三句话 为什么学习一经 看看古人这三句话 或者是三个体会 不知意不得为将相 这是唐朝时期黎世民 做过宰相的岳世南提出的 不知意不能当宰相 不知意不得如内阁 这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那个时候的银腾博文提出的 他作为一个组织原则 进内阁的人都得懂艺经 现代企业要求他的课长 要懂三国演义 部长要懂孙子兵法 厂长境内要懂艺经 不知意不足以言太医 不足以言太医 这是这个孙思喵 在当河南人 交作人在交作 你要是当 当普通医生可以 过去是意义不分 意义是同源 所以你要是中医 你不知道 营养五行 当不好医生 更不能进 这个中央领导人家看病 更不能当太医 外国人的学艺 研译用意 都比我们发源地强 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还有港澳台东南亚 一会儿我还给大家弄一些图 大家一看都明白了 韩国 把端午节的神医 变成他们的了 现在又把疫经 正在神医变成他们的 你中国 你自己生产的 自己出来的疫经 不去推崇 天天给他扣一个 封建迷信的帽子 他怎么能够起来 现在老师说他是迷信 刚才我讲的都是 朴素的哲学思想 他并不是迷信 迷信只是利用了 疫经的造博那一部分 有些算命 从这里引出来不少迷信的东西 但是按照五星原理 推出来这些 按照适应四季 适应自己的命具 预测的东西 它是正确的 疫经作为我国历史上 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部经典 是各个时期的儒家 道家 兵法家 以及化学 物理 数学等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都能使用的知识理论 也曾作为科举取式的必修课程 被做官之人当作必读之书 一直以来 疫经都贯穿在社会的知识阶层 为人们所熟知 只是到了现代 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 不但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甚至在洋务运动以后 被烙上了歪曲的印记 误解一经 是封建迷信的算命书 统治阶级对人们思想进行管理控制的工具 从此在正统教育中消失 这就是韩国的国旗和军旗 蒙古的军旗也有太极图 新加坡的军旗 也是 这个嘛 也是有太极图 这个我记不出是哪个国家的了 那这也是两个旗子 这一个旗子也是用的 用的太极图 德国奥运会时候的会旗 武汉旗中间 也用的阴阳图 这个中国人 这个公开不讲 易经 实际上都在用易经 当时奥运会啊 2008年 用的这五个富娃 就是代表五行 金木石祸土 代表五行 当然也又说 代表五大洲 那也不错 那老地也是五个魂 是吧 也是五个魂 但用的这个五 但是左卧运结 应该是代表金木水火土 这是参考会 会旗 这三横 这三横 代表天地人 底下也是三条 也代表天地人 参考会的会期 古今中外 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上历代的先哲和精英的统治阶层 都在秉承或者借鉴易经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模型来治理社会和造福人类 中华民族伟大的哲学者创制传承和发展的易经 使得易经本身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全面 包罗万象 博大精深 最后一个问题 学习易经指导人生 易经教导我们 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 都要自强不息 后得载物 自强不息就是于事俱进 后得载物就是要热爱社会 既是民族精神的要义也是个人胸怀的修养 特别是六十四卦当中 六十四卦是说了六十四种自然现象 六十四种情况是每个人必须是要经过的 或者说有一部分是要体会的 这里边就叫我们得意的时候的摸骄傲 就按思维 尽配有度 指导我们的人生道路 人生道路 特别我好讲那个领导 当官的 在台上 要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要多为部下 办点实事 好事 千万不要上去之后 说我一招全在手 就罢令来行 该拿谁开刀 拿谁开刀 就怕这好人 就怕这好人 要想到 这个权力在你手中 它是有实践概念的 有实践概念的 就像一个人 要退休的 在台上不要药物扬威 还要下来的 下来的 在台上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的 你下来以后呢 你更加接近百姓 你的反差会小一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而这种变革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的复兴 国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在文化空前繁荣的背景下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 探索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对现代生活的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文化巨著的易经 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义已经 这个 也提出几个方面 要学会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德为吉善为本 孝为先 成为根 何为美 思维方式要学会 世界变化的规律要学会 要想到变化是绝对的 不变是相对的 人生事业到达钉峰 想到怎么下来 人生事业出于低谷 想到怎么上去 想到怎么上去 这教我们智慧就这个意思 不是教我们去算命 来去算命 第三 还要把握变化的具体方法 盛极必反 居然思维 审视多事 潜藏待机 慎兴仿凶 就说一个企业 会达到最高潮的时候 最高潮的时候 作为一个企业领导 要想到 怎么延续这个高潮 平足走 再往高 不可能了 但是能够平足相对 稳定这么一段 这都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了 在高潮的时候 聚安思维 聚安思维 第一次 对天地要有尊重和威慑 天意不能伪 地意不能抗 祖宗不可望 人心不可欺 这个人不能使 天不怕 地不怕 无法无天 不能是这样的 但有敬畏 敬畏祖宗 敬畏祖宗 对待其天地良心 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爱讲的 这些话 人生就这么长 我们要获得成功 一定要用《易经》 找好方向和定位 把握好机遇 《易经》从各种生活经验中 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与伦理规范 时至今日 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事物中 也仍然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有着较为充分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在当前的日常社会生活里 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读《易经》 从中国哲学与伦理思想的源头入手 借鉴和吸收《易经》 关于日常做事与做人的生活智慧与伦理思想的精髓 以有效应对当前社会做人与做事观念的种种异化现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编曲 杨栋梦 小松 杨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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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梦